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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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Tim 今年24岁 我信了主導很多年 我一直跟爸爸媽媽回教會 教會長大 我覺得父母對我的信仰影響是大的 我對信仰的榜樣都是來自我父母 我想無論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的興趣 甚至是我的習慣都是很受我爸爸的影響 子女如果要好的話 不僅是信二代 家庭應該跟教會合作 你不能只是把你的子女丟給教會 教會會教好你 或者他就會變好 這個是做不到的 應該就是家庭和教會都在一起的 你要配合 流失率高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 青少年喜歡潮野 喜歡玩新的玩意 喜歡去跟朋友一起連結 如果教會做不到一個 可以將年輕人互相連結的角色的時候 其實青少年他們很多時候都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可以去打球 可以去打遊戲 可以去旅行 可以跟別的朋友做別的事 但是不一定在教會那裡 因為教會給不到青少年人他們需要的東西 去教會又不准聊天 坐去坐得正 說話要小聲一點 不准留長頭髮 不准紋身 不准流騷 你有很多規矩 那麼我幫教會 給外面那個世界的行制 不是更大嗎 教會不能夠滑地自行 在基督教中 我們應該得到最大的釋放 因為釋放不僅是我們的外貌 亦是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心靈改變 我們的外貌就會改變 所以我覺得父母可能要求高 所以規矩也很多 或者一般教會也限制了很多規矩 以至上二代回來 他覺得在學校也差不多 有很多規矩 分到九月有很多規矩 在家裡有很多規矩 分到九月有很多規矩 那我為什麼要回來 我以前小時候會很怕 承認自己的育徒 有些同學會 標籤你某些活動他不會做 標籤你某些行為你不會做 我會很怕自己做不好的身份 然後會令到大家會因為這樣 而可能對信仰有不好的印象 教會中的鄧姨姨 總是期望牧師要做得一個好的榜樣 同樣牧師的子女 都好像必然是一個很敬虔 一個很熟靈的樣板 變成一個很無形的壓力 千萬不要只是一個講字的教徒 心底是這麼想的 行動也是這麼想的 我從小到大 他們一直都在教會裡侍奉 他們以身作則的話 我覺得絕對是認同的 他們絕對是做一個很好的榜樣 讓我和我弟弟都看到的 這個一定的 離開了 是的 他們回來後是非常寶貴 因為他們經歷過外面的問題 包括挑戰、引誘、失敗、挫折等等 所以他們回來後 他們真的很好 小小的信息都很令到他們感動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教會 即是一般教會 有一些同行者和他們一起去生活的話 他們會變得更好的 例如我們要準備好 已經進入了一個 叫做電子媒體的時代 就是了 教會你有沒有為明天去準備呢 還是你只是循例地過去又怎樣做 你現在又怎樣做呢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要留下年青人 或者是要未來的年青人 進入教會的話 教會要和現在的時代是並駕齊區 要為明天做好預定 這個非常重要